全世界大家都在讨论碳排放的问题 希望节能减碳要救地球 而其中有一个行业目前卡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减碳的空间 很难减 但并不是不能做 那就是航空业 航空业目前在全世界的碳排放量 大约是2%到3% 那怎么做呢 其实现在呢 这个航空业大飞机啊 他们在用燃油的一个方式 几乎是已经把引擎的一个 这个极限都已经释放出来了 那你还能怎么减碳呢 那你可能得要从换燃料的方式来进行了 于是呢 现在大家努力的是要制造全新的生物燃料 能够永续的燃油 那这到底能不能解决 现在航空业要减碳的一个目标呢 今天带你来看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整体大环境的状况 航空业呢 现在占全世界的碳排放量大约2%到3% 那你说还好啊 是啊 但是呢 这2%到3% 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嘛 当现在全世界各行各业都在减碳的同时 如果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碳排放量的部分 那未来它的占比会提高哦 于是呢 大家说现在有没有可能再把飞机的一个碳排放量降下来呢 大家觉得实际上是有困难的 因为其实现在飞机已经想尽办法省油了 因为它要它一趟飞上去 不要停下来加油 一趟最好是南极飞到北极去嘛 所以呢 现在的引擎几乎都已经来到功效的极限了 你很难再让那个引擎运用那个燃油的一个燃烧 然后释放出来的一个这个功能更厉害嘛 极限了啦 紧绷了啦 所以呢 他们说这已经有问题了 那就是呢 如果2050年碳排放量还是维持在现在的水准的话 那当其他的产业都在减碳的同时 它的一个比重会占全世界碳排放量的27% 哇 所以就很大的问题咯 你得要赶快进行你的减碳工作 那现在怎么研发呢 当然就两种嘛 你把飞机弄成电动的看好不好 但是弄成电动的 好像有点困难 你要弄一个那么大的电池放在飞机上 那你人载的就少咯 那所以呢 这个混合动力引擎要研发 他们说哇 矿日费时可能还要20年 但地球能等吗 等不了了 地球都快要热到爆炸了 那其他的产业现在都在想尽办法减碳啊 你看车都已经有一个大目标以后燃油车就没了嘛 通通电动车嘛 航空业现在还没有那个愿景 还想不到一个可长可久彻底解决的办法 于是呢 我们来看现在大家想什么办法 当飞机可能没有办法再让它的一个效能更提升的同时 那就换燃料吧 不要再用现在的石化燃料了 不要再用石油了 用其他的干净燃料 那什么叫干净燃料呢 航空业直接给一个目标说 在2050年之前要达到零排放 他们的目标就是他要用SAF 叫永续的飞航燃油 那这个燃油是什么 这个燃油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它是用废油制造的 比如说家里头的这个烹调之后剩下来的油 你去榨了甜甜圈 你榨了肉 然后之后的那些废油你可能倒掉 但以后回收 回收来了之后呢 再加一些动物脂肪 或者是加一些玉米啊 加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物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然后把它做成飞机燃油 这个东西可不可行 现在已经在用了 但这东西很贵 因为它比一般的飞机燃油要贵2到5倍 那现在产量也比较少 现在目前呢就是1亿到1.2亿公升每年 这是2020年的数字 那你说1亿很多啊 但是一年飞机的燃油要用2000亿 所以这个占比呢大约就是千分之一 那个缺口还好大好大哦 现在呢欧盟估计 2050年呢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燃油呢 能够让它的使用比例增加到63% 目前只有千分之一 到时候希望可以增加 那你增加了这样的SAF的一个燃油 你就可以降低用的石化燃油嘛 那你就可以减少排碳量 因为你用了这个SAF的这个新型的飞机燃油的话 它的一个碳排放量可以比现在降低80% 听起来很合理 但它就是很贵 然后呢很贵之外呢 它现在产量又少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一些政府都在鼓励 它的一些民营企业去发展这个SAF的一个 比较环保的一个燃油材质 比如说像是壳排 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石油厂壳 壳排 他们也在努力 那现在呢他们计划 以后一年要生产200万吨 但其实还是杯水车型 但至少跨出了第一步 所以当一些龙头大厂都开始跨入这个领域 希望可以带动很多的民营企业都这么做 未来呢 这个飞机的一个减碳 也让大家觉得值日可待 航空业目前在全球碳排放量 所占比例约为百分之二到三 比重看似不大 可是未来十年内 消费者对航空飞行的需求 预计每年会成长百分之五 加上其他行业减碳有成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报告 如果航空业没有作为 2050年的碳排放比例将增加至百分之二十七 航空业的减碳势在必行 基本上是SAF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认识 SAF的必须要参加 能源转型是减碳的关键 航空业者已经将化石燃料引擎的效能 提高至最大极限 尽管如此 航空业还是有超过九成的碳排放 来自燃油 另外飞机电池过于笨重 短期内无法电动化 同时航空业者也要面对 政府和舆论的压力 发展可再生燃料 已经是航空业的大势所趋 保特瓶 塑胶袋 厨余和食用油 甚至旧衣服 这些不起眼的垃圾 统统可以用来对抗全球暖化 永续飞航燃料SAF原料来自动物脂肪和废弃物 不止比化石燃料更环保 预计还可以降低80%的二氧化碳排放 除此之外 飞机不需要改装引擎 也可以混合化石燃料使用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统计 已经超过20万架次航班 使用永续燃料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表示 全球每年的飞航燃料 需求为2000亿公升 可是2021年估计 永续飞航燃料的产量 只有约1.2亿公升 占整体飞机燃料的0.05% 生产的规模明显不足 现在的飞航燃料是很便宜 而政府没有任何准备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继续使用 也不意外 美国拜登政府积极因应气候变迁 有报导指出 拜登要求航空业者在2050年 全面停用化石燃料 美国国会也正在讨论 给予永续飞航燃料 每加轮2美元的水务游会 气候变迁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各行各业都在减碳拼环保 航空业者也不例外 可是目前永续燃料产量太低 价格太高 缺乏规模经济 如何投入更多资金和技术 让飞行可以兼顾环保 还有待政府和企业携手合作